一宋大家会喜欢 台湾的啤酒杯是一个很特别的 一个末术 对啊 夜市热炒店嘛 对不对 没错 它一百七十几而已 真的 对 它也不到两百 它也不是一百八 它就是一百七十几 那正好干杯刚刚好 而且好多台湾的遗宿家 他们会把那个台湾的啤酒杯 弄得非常的漂亮 都是跟台湾有相关的一些土啊 我们其实那个不是为了刚好干杯 是因为那个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 当时物质很缺乏 所以杯子要小一点 开这瓶酒才多一点的人 可以分得到 对 所以至少可以到处弄到六杯 所以它有一点历史的这个渊源 我说真的啦 OK 我相信啦 不然你怎么会奇怪 有一个台湾啤酒杯的那个size 对 就会讲 怪啊 然后它的CC数也不是整数 对 不是整数 也不是一百五 也不是两百 就是一百七十几 就是这样 对啊